部落长老带来祈福一事 为这场马卡帕美术奖巡回展揭开序幕 拉下红布条 以原著名组为主题的美术展览正式亮相 中央圆明会从去年的得奖作品中 选出历届绘画首奖作品九幅 以及42幅摄影作品来到台中市原住民综合服务中心进行巡回展 如果是绘画的作品 大概每件会吸引1600件的真剑作品 那是摄影的部分 绘画的部分大概每年吸引250件以上的真剑作品 那从去年开始我们特别把作品分类成原民组跟非原民组 那目的也是能够来激励我们原民的作者 这些参赛的年轻人 总共有111副 但是对我们中部来讲 我们是希望把这个巡回展能够让大家来认识 我们原住文化艺术的一个认同跟关怀 他也希望在中部文化艺术也能够永续传承 中央原住民族委员会表示 马卡帕美术奖去年迈入第七届 绘画类有200多间参赛 摄影类有300多间参赛 竞赛首度增设原住民族组 来鼓励原住民族积极参与 由于绘画首奖从缺 所以这次的巡回展 就把两件绘画二奖 连同历届绘画首奖作品 共9件巡回展出 我们这次有一个很好的表达方式 就是有一点点浅浮雕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原住民族比较熟悉的那种动作 其实鼓励更多的绘画的这些作者 也能够从这个里面更深入的去理解 他这个当代的各个族群的符号性 先理解这个之后 才能够有呈现出一个比较有内涵的艺术性的表达 这个必要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在家民族 那我当然是希望 就是说我的学生能够多了解 所以我今天把它带出来 从得奖作品中 看见信仰、神话和人物等原民文化的面貌 透过画笔以及镜头 让人感受原住民族的生活样貌 藉由巡回展的方式 也把这样的部落文化给传承保留下来 藉李金阳台中采访报道